就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 彭建銘是中華隊鼓手 那8月6號他已經人在義大利 來開這一個球火星加彭建銘 這一個球打回了火星了 HOME RUN 31歲生日的彭建銘 打出了楊全雷達 本季個人第13號的全雷達 楊全炮 第13號的全雷達出爐了彭正銘 過去25場比賽只有一場有全雷達 兄弟相對打破了鴨蛋 這房比賽第一支的安打 兄弟相對第一支安打 就是31歲生日的彭正銘 揮出的楊春炮 1比2兄弟相對剩下一分落後 這個球對潘俊榮可以說是 全冠軍的話也就要被勒令退場 真重 所以掌握得非常好 哇這個球打到攝影師的VIP包廂了 哇 打到超遠了 包廂之後了 潘俊榮 攝影球由於有這條規定在 投手真的 如果控球不好的 或者鼓手就不能 我記得他們好像是改了 變化球的機會 每個球是中改了是嗎 所以喔 對潘俊榮來講 面對未來面接這種中心打擊 三外球 每一個球還是要戰戰精力 不是說四的只要搶一個好球 該一分落後 現在可以玩 來吧 對 這裡 是 一個 是 十分 這 谢谢观看